好 說新聞時間 今天的火線話題就在北眼上演的 追逐戰三個女人的戰火 到底戰什麼 馬上把時間交給佳璇 但您關注媒體人周玉寇 最近槓上了國民黨 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 還公布蔣孝言 當年金華酒店碑文案的女主角 說是前中華民國小姐 也是名媛張淑娟 而事件延燒多日 現在張淑娟她也不想忍了 可以看到她今天呢 是親自到北檢 對周玉寇來提告 她從接受記者訪問到辦理完 這個提告的程序是一路爆哭 從11點一露臉就痛哭 鞠躬說自己這幾天吃不下 也睡不著 還說自己跟蔣孝言 是沒有關係的否認是女主角 也怒罵周玉寇 說她一點媒體的專業素養都沒有 不過張淑娟原本是10點半 就要去提告 卻遲遲到11點才現身 原來呢 她是不想跟周玉寇來碰面 因為可以看到 其實周玉寇當時呢10點半就先來了 還跟國民黨議員王鴻威在門外互罵 時間是長達10多分鐘才停下來 而周玉寇還說張淑娟呢 根本是受到王鴻威的側動 沒有事先跟她聯繫 就來發出提告聲明 不過周玉寇也說自己願意來跟張淑娟道歉 她說是深深的一鞠躬 不過話風一轉她還是緊咬蔣孝妍的卑文案 還說呢要蔣孝妍夫妻不要再隱瞞女主角的事情了 而張淑娟現身之後也怒罵了周玉寇 說她根本就沒有聯繫到當事人就寒沙攝影 還公布了她的性命照片 讓她明節受損 也不接受周玉寇的道歉 堅持要來提告 只是正當張淑娟是完成提告手續之後 沒想到當時周玉寇卻又折返回來獻賞 甚至還伸手去拉張淑娟說張小姐我跟妳道歉 不過先前可以看到王鴻威就趕快擋下來 雙方還進行了追逐戰 周玉寇竟然還喊說王鴻威妳走開 不過最後周玉寇又在受訪了 說選舉結束之前她不會再討論這件事情 不過她又強調說自己其實有相關的訂房紀錄 指控今天這場混亂 根本是王鴻威在背後操弄的 把張淑娟當作是傀儡 沒想到一場爆料卻演變成三位女性的戰爭